有一次毛主席和一名小演员跳玩舞 顺口叫了一声左大斌同志 这名小演员反应特快 可无遮拦地嚷道 咦 您这么大的国家主席 怎么还念错字咯 左大斌这个名字 可能很少人知道 但提起八十六版西游记里的观世音菩萨 那可是家喻户晓 左大斌就是观音菩萨的扮演者 正因为左大斌演得太逼真了 左大斌版的观世音菩萨形象 在人们心中无可替代 1943年左大斌出生于河南行阳 但他是一个地道的湖南长沙人 父亲只是在河南行阳任职 母亲却是一名优秀的地道相聚演员 从小受母亲的影响 左大斌特别喜欢相聚 但是左母不想让左大斌学习相聚 可能自己多年从事相聚演出 懂得其中的艰辛 不忍心让女儿走自己走过的路 左大斌却一心一意想学相聚 于是依然加入了相聚小演员班 哦不过女儿 左大斌的母亲只好不再坚持 而且一有空就手把手地传授 女儿相聚精髓 在相聚小演员班里 左大斌拜孔燕兰老师为师 文姬起舞 东练三九 下练三浮 很快 左大斌就成了小演员班里的佼佼者 也正是左大斌执意要学相聚 相聚让左大斌有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左大斌十三岁时 田汉带着湖南省相聚小演员 去北京为主席演出 左大斌自然也在其中 得知将要为伟大的毛主席演出 左大斌激动地手舞足蹈 可是到了演出的那天 节目组临时调整 取消了小演员的这次表演 左大斌和其他小朋友并不懂得失望 悄悄躲在帷幕后面 眼睛眨都不眨地好奇地叮嘱伟大的毛主席 毛主席倒没有发现无数双小眼睛在瞅自己 那是左大斌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伟大的毛主席 后来 左大斌在演出中渐渐小有名气 就有了为主席表演的机会 经过三年孜孜不倦的训练 左大斌打下了扎实的相聚基础 后来 左大斌认识了很多老一辈相聚表演艺术家 虚心地向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学习 整天泡在剧院打磨 演出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两年后 左大斌出演《三女强版》中的王雨桓 凭着优秀的演技 开始展露头角 让左大斌有了为毛主席演出的机会 毛主席本身既不是戏曲家 也不是音乐家 却有着不一样的戏曲情分 欣赏戏起成了毛主席繁忙工作之余 最好的休闲放松 看相聚更是毛主席一生难以割舍的事后 1959年 毛主席回到了湖南 湖南当地为主席安排了一场演出《三女强版》 主席觉得戏名不妥 认为不能很好地体现戏剧的中心思想 建议改为生死派 当海瑞深入调查之后 终于使得三女沉淹的血的时候 这剧中的高潮情节 让毛主席忍不住站起来鼓掌 剧中的一幕幕 毛主席深有感触 左大兵扮演的王玉桓 更让主席记忆深刻 回想起自己在韶山冲 与乡亲们的谈心 毛主席感触很深 临时决定散场后 开个小舞会 多听听演员们的心声 左大兵演完戏后 看到主席在台下频频鼓掌 心里感到无比自豪 得知要开个小舞会 左大兵不会跳舞 就准备简单收拾一下回家 但是一听说毛主席也会来跳舞 左大兵想也没想 赶紧跑到了舞厅 哪怕在旁边看一下毛主席 他都心满意足 就在左大兵站在不起眼的角落 不时地点起脚看一下跳舞的人 看有没有毛主席 这时候来了一个工作人员 对左大兵说 小同志 你好 主席在夸你 说你的戏言都好 想和你跳个舞 可是 左大兵不会跳舞 有点难为情的的 如实坦白 工作人员笑着表示 没有关系 不要紧张 跳舞一点都不难 其实很简单 为了打消左大兵的顾虑 工作人员对左大兵 进行了简单的训练 可左大兵一想到和主席跳舞 哪能进得下心学舞步 在主席面前 左大兵忘记了怎样跟着节奏迈脚步 紧张地左一步踩到主席大头皮鞋上 右一脚踩到主席的裤脚上 主席看出了左大兵的囧态 和蔼可亲地笑着说 戏妹子 莫紧张咯 跳舞也是一种体育锻炼 多跳几次就会了 一曲跳完 左大兵也就不怎么紧张了 喜欢和主席劳家长了 从家族到名字 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主席顺口叫了一声 左大兵同志 左大兵反应特快 口无遮拦地嚷道 咦 你这么大的国家主席 怎么还念错字 我叫左大兵 不是分字 好不好 主席一听乐了 戏妹子 这个字 可以念分 还可以念病 是一个多音字 一般情况念分 你回去问问你爸爸 查一下大慈喊 左大兵跑回家告诉他爸爸 他爸爸赶紧拿出大慈喊 确认后对左大兵说 闺女 毛主席没有念错 由于左大兵有过硬的相聚基本功 天资聪明 学起舞来自然得心欲手 成了毛主席身边陪主席跳舞的小常客 主席渐渐习惯了左大兵陪在身边 也喜欢小姑娘的心直口快 天真无邪 毛主席常常鼓励左大兵 在演出的空隙 要多多学习文化 每次到湖南 毛主席都要点名要左大兵陪同 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在很多时候 左大兵成了主席最信任的人 主席关心着左大兵 左大兵也常常帮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解决棘手的事情 有一年毛主席回湖南 发现左大兵没有出现 主席就忍不住问左大兵的去向 得知去园里演出了 主席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 第二天主席起床后 第一句话就问小左回来没有 这时省委书记张平华 看出了主席的不高兴 赶紧派车去园林 连夜把左大兵接到长沙 当时 左大兵要上场演出了 得知主席在问自己 也顾不了那么多 把原来演过这个片段的演员 临时顶上去 尽管剧本有一些改动 当左大兵出现在主席面前 主席的眉头 一下子就舒展开了 左大兵为主席刚唱了一段相聚 主席赶紧说道 小左 莫唱了 你的嗓子都哑了 要不得 左大兵只好如实回答 主席赶紧端起自己的大茶缸子 让左大兵喝茶后去休息 左大兵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 然后去休息了 左大兵醒来后 跑到主席身边拉家厂 主席就问左大兵 常常去哪里演出 左大兵告诉主席 经常去乡村演出 还去过矿里演出 甚至还出过洞里演出 洞里演出完 脸也是黑的 整个人都是黑的 毛主席听了 笑呵呵地说 小左呀 人黑脸好 这才健康 1965年上旬 毛主席再次回到湖南 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准备上一趟井冈山 然而 在上井冈山前 毛主席感冒了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感冒 可毛主席就是不肯吃药 始终认为需要三分堵 看到主席的感冒越来越严重 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 这时 左大兵跑来了 得知主席的状况 便劝说主席吃药 主席不洽 就是不洽跟个小孩子似的 还是不肯吃药 左大兵就想了一个法子 对主席说 主席 你感冒了 会传染给我的 这样我的嗓子哑了 就不能唱戏了 主席意想也对 担心左大兵感冒坏了嗓子 便答应吃感冒药 但要求左大兵先吃 毛主席自己在吃 就这样 你一片 我一片 毛主席终于吃下了感冒药 很快 毛主席的感冒痊愈了 兴奋地踏上了锦高山之路 送别毛主席 左大兵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别就是十年 十年不见 毛主席还能一眼认出左大兵吗 在这部戏里面 左大兵扮演女主角余音 演得活灵活现 相聚院决定拍成电影 这样可以到全国放映 发扬光大 1974年11月 毛主席点了《原丁之歌》 当左大兵扮演的余音一出现 这个十年不见的左大兵 主席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在演出中 毛主席忍不住站起来鼓掌 湖南省委趁热打铁 立即将这本戏 《原丁之歌是不好戏》的评价 上报北京 很快 主席对《原丁之歌》的评价 通过各种渠道 在全国广泛传播 《原丁之歌》又开始演出 也顺利地拍成了电影 继《原丁之歌》后 不少一直压箱底的香剧文艺作品 开始陆续上演 香剧也又开始生机勃勃地成长 左大兵本是一个香剧演员 怎么会出现在电视剧《西游记》里 扮演观音菩萨 这其中 还是因为毛主席 1976那年 毛主席病情逐渐加重 已经需要卧床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主席 想要看点 吃点什么 毛主席时而清醒 时而哼哼入睡 主席喃喃地说 小左最近不知道 有没有新的戏曲 想看看香剧 中央电视总台 得知主席的愿望后 立即专门赶往湖南拍摄香剧 这一行中 就有著名杨洁导演 这是已经33的左大兵 得知主席的心愿 立马整装出演 在传统香剧追鱼记中 扮演观音菩萨 杨洁导演 看到左大兵扮演的观音 大驱一惊 因为左大兵 把观音简直演活了 演得太好了 杨洁告诉左大兵 以后只要有观音的戏 非左大兵莫属 当时 左大兵的心 在挂念主席的病情上 对于杨洁导演的话 没有往心里去 只当做是一种客气 几年之后 西游记要拍摄成 电视连续剧 杨洁导演邀请左大兵 去北京饰演观音菩萨 左大兵一到化妆室 化妆师都忘记了手里的活 呆呆地看着观音菩萨 一面向他们走来 左大兵慈眉善目 披着白色纱衣 手拿玉镜瓶 简直就是观音在世 然而 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左大兵 常常去附近的寺庙 仔细观察菩萨的姿势 手型 生怕演得不到位 悟空 一生从天而降 如同天籁之音 观音菩萨踏一团祥缘而来 在几代人的心里 观音菩萨的形象是那样的无比震撼 西游记在全国播放 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好评 除了唐僧师徒 左大兵扮演的观音菩萨形象 已经定格为大慈大悲观世音 左大兵在演出过程中 也遇到好几次无法想象的事情 也许这就是左大兵扮演观音菩萨的佛缘 在云南一座寺庙 左大兵发现庙里供奉观音菩萨的像 竟然是自己在西游记里的剧照 这菩萨像就是左大兵本人扮演 还有一次 左大兵去一所寺庙 当他停下来时 竟然一波相克 立刻围着左大兵跪下来磕头作音 口里直说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也许是出演观音菩萨 入戏太深 红遍全国的左大兵 尤其先不相信佛 到最后选择了波依佛门 左大兵开始信佛后 从庙里请了一尊观音在家供养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相聚 因为相聚是毛主席一生至爱 不能把相聚在他手里断传 左大兵把精力全部放在了 培养相聚后被人才上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相聚苗子 这些苗子 让左大兵看到了相聚的希望 与毛主席结缘 与观音菩萨结缘 左大兵一生足矣 左大兵为相聚 用一生的热 发一生的光 砥砺前行 为天下人敬重 这是伟大的一生 好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五位斋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